孙安佐精神状况曝光!邱章,有迪鹰这样的妈妈真好! 孙安佐,佐,被警方认定精神不济,即将脱困反台! 图反射迪鹰脸书,2018408 第一,孙鹏18岁爱子孙安佐在美国涉嫌恐攻遭逮捕,脱手国内外瞩目,如今美国权威律师邱章指出,孙安佐在接受美国警方的精神鉴定后,认定他精神不济,在25日开庭后,很可能直接遣返回台! 事情将会告一段落! 然而孙安佐的病情到底如何?邱章也说,精神不济是很客气的翻译! 可见孙安佐状况的却不好! 据三地新闻网报道,问鸡律师邱章关于孙安佐的精神状况为何? 他竟说,正确地要问医生比较准,留点空间让迪鹰自己说,其他的不愿多加透露,但邱章也说,有迪鹰这样的妈妈真好! 看起来迪鹰为了救爱子,确实下足了苦工! 至于孙安佐案件未由联邦政府接手,邱章也认为是好事,直言,留在当地审理,会比送到联邦法院好很多! 律师邱章认为孙安佐能顺利遣返回台。图翻设字眼书,2018408